其實在這次罷工之前 我知道華航發佈了有史以來 最高的獲利 說他們要賺錢 那其實當時大家也都知道 他這個董事長跟暖軒 背景是夠硬的 剛剛洪委有講 他當初就是鄭文燦 一手推薦的 讓他來當華航董事長 那當時我記得高層 也有要求一個條件 說如果你要當華航董事長 問一問 2016有很多的地方首長 都有當上任 那其中我知道 這個當然是裡面有人說出來 賴清德這邊有要求說 沒有關係 他當時是台南市長 你如果當這個華航董事長 有一個要求 是不是你不要停飛 我們日本跟台南的兩行線 那後來當時何暖軒也說 沒有問題啊 這是小事情啊 因為雖然那兩條行線是虧錢的 但對賴清德當市長的人來說 這對他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交通不只是要獲利 有時候是方便性的問題 還有這個象徵性的問題 那結果後來何暖軒上任當董事長 照樣把他砍掉 賴清德上任了行政院長之後 一樣換不掉他 我想賴清德當然是千千君子 我們不希望他馬上來報仇 或怎麼樣 你說換不掉他的原因是 這就要回到這個其實整個現在 你說林家宏當交通部長 但我覺得真正掌控交通的命脈的 恐怕還是鄭文燦 內行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 因為桃園航空城在他手裡 交通委員會 當然因為這是他最好的理由 2016以來選上的交通 這個桃園所有立委 都是直接被指定喔 由鄭文燦跟高層要求說 我所有桃園的立委 我都要擔任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那為什麼呢 交通委員會擁有最大的這個權力嗎 你看中華電信什麼都是他們管的 那飛航等等的 所有交通的體系 都是由交通委員會的委員管的 竟然不能換 只能由這個桃園的立委來做 所以你看鄭文燦的權力有多大 那這次林家宏其實當然萬壇 他其實在選在這個過年之前 你看他也去慰問台鐵的員工 然後也去解決了說 這個收費的問題嘛 我相信他早就看到這個罷工的問題 但是無奈 他沒有這個能耐的解決 叫不動 真的有辦法叫得動 其實還是鄭文燦 你看從這個交通委員會是由鄭文燦來整合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有民進黨的派系問題在裡面 我覺得深深的講 你看就連賴清德都動不了河暖圈了